在古代罗马神话中智慧女神秘涅瓦 是一位备受尊崇的女神 她代表着知识、智慧艺术和战争策略 这些都是古代罗马社会所重视的价值观 她同时就是我们熟知的希腊女神 雅典娜 她的外表经常被描绘成一位身穿铠甲 手持长矛和盾牌的女神 这象征她的战争策略能力 同时她也是文学和艺术的保护神 因此也经常被描绘成手持、一卷书或一支笔的女神 这次我们将深入探讨密涅瓦的传说 以及她在罗马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密涅瓦是罗马神话中的一位重要女神 她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埃特鲁斯克文化 她是宙斯和孔徒的女儿 在一个著名的故事中宙斯吞下了孔徒 因此在宙斯体内孕育出密涅瓦 而密涅瓦也获得了母亲的智慧 这也使她成为了智慧之神 密涅瓦的家庭也包括了其他重要的神奇 如众神之后诸诺 和福尔干 这种家庭联系使密涅瓦在 罗马神话中扮演了多重角色 既是智慧之神又是其他神奇的亲属 密涅瓦的崇拜在古罗马社会中非常盛行 她被视为知识和智慧的守护者 因此学着艺术家和政治家经常 前来神庙祈求她的庇护和指引 同时她也是战争策略的女神 军队领袖和士兵会在出征前向她祈祷 希望获得胜利和智慧 为了纪念密涅瓦古罗马人建造了许多神庙 其中最著名的是罗马的密涅瓦神庙 这座神庙位于罗马诺腾山的最高点 是一个壮观的建筑被视为密涅瓦的家 神庙内供奉着密涅瓦的神像 以及各种祭品已是对她的尊崇 密涅瓦也在多个希腊罗马神话故事中登场 例如帮助伯修斯讨伐蛇发女妖的神话 因此梅杜莎的头颅也镶嵌在密涅瓦的盾牌上 其中还有一个是她与阿拉克尼比赛的故事 根据这个传说 人间有个叫做阿拉克尼的女人 她有一双极度擅长编织和刺绣的巧手 人们总是说她是女神密涅瓦亲手教出来的学生 可是阿拉克尼并不同意这个说法 她说道让密涅瓦来与我比试一下吧 如果我输了 我愿意受罚 最后阿拉克尼因为被密涅瓦认为对众神不敬 则被密涅瓦变成了一只蜘蛛 从此阿拉克尼只能在蜘蛛网编织她的网 直到永远 另一个关于密涅瓦的故事是她参与特洛伊战争 据说因为密涅瓦争夺金瓶果卫 所以她为特洛伊战争的希腊军队提供了战略建议 帮助他们最终攻陷了特洛伊城 这个故事强调了她作为战争策略家的角色 同时也展示了她对古罗马胜利的影响 密涅瓦的传说丰富多彩 反映了古罗马文化中对知识和智慧的尊崇 以及女性在古代社会中的角色 在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密涅瓦 因为其智慧与美丽的形象 在当时社会是一个极受欢迎的角色 但依然可以从神话故事中看到 她的情绪与欲望 使她不仅是神话中的女神 更是一个活生生人性的典范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记得点击按赞订阅并分享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